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丸、蛇及福节》 企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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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丸、 trustees、 additions diesen》 教育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 nav 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рать 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丸、蛇及福节》——原 是蛇的医师 蛇受伤了 他会帮他治疗 有这么一种传说 也许是一种传说吧 有没有事实 我妹妹看过 不得儿子 不过那种动物 我经常看 并不会咬人 在做小孩子的时候 还跟上跟他玩 也没什么事 这个玩 我想是不是那种 必定是比较毒的东西 那么这是玩 其实是蛇了 蛇大家都知道 蛇的种类很多 如果是普通的 不打毒的蛇 是没有多大关系 唱彩帽 还有那个青色的青竹蛇 那些比较不毒 纵然被咬 不会咬死人 毒的骨咖灰 那一种是很毒的 石头上很多 这种蛇 他喜欢吃鸡蛋 所以经常会跑到 人的家里里面来 如果住在山上的人 经常看到的毒蛇 就是这种 骨咖灰最多 客家法叫鬼后法 它这个皮肤上的花纹 有红的 有黑的 有两种 缝的 在石头上 我经常看到 这个缝的骨咖灰 据说很毒 咬到人的话 马上全身会起水泡 那么如果水泡烂掉 那就很严重了 纵然不致死 但是也会很辛苦的 很痛苦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种是 叫做什么 这边人叫做法山病 那个 北部啊 北部的客家话 就是杂爱剑 它是 不大 它是头不是三角形 普通毒蛇都是三角形 只有这种毒蛇 不是三角形 很普通的 头很小 但它的身上呢 它是一段一段 一样的颜色 一段一段一样颜色 一段黑 一段白 黑白 黑白 这样种比较多 这种毒蛇很多 比那个骨咖灰 还有毒 被咬的话 如果24小时 没有药 就会没有命 很严重的 我大概13 14岁的时候 曾碰到这种情况 有一个喜欢喝酒的酒柜 他经常的喝酒 有一天他酒喝醉了 他走路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他看到这个草边 就是路边的草 蛇的尾巴露出来 蛇的尾巴露出来 那么他如果不是喝酒的话 不会这样玩 他看到这个蛇尾巴 他就手去抓它 抓它的尾巴 手一抓到尾巴 他正好他不知道这个蛇头 正是往这边后边看的 正好他抓了尾巴 他就往它一摇 正好摇到这个手脉 正好摇到手脉 回去 家人比他早要 也不晓得是哪种蛇 到处找不到24个小时 就死悄悄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人 也经常到我家来的人 我很熟的 我们都叫他酒贵 这个人喜欢喝酒 结果就把老命送掉了 那么就被蛇咬伤 因为他一方面喝酒了 而这个蛇毒近身 全身走得很快 根本就没有办法治疗 等到这个蛇医师找来了 已经没有希望了 死掉的时候 全身发黑 全身发黑 肿得很大 很可怕 那么后来 这个蛇医师研究 这什么蛇咬的呢 就是那个炸一件 一段白一段黑的 那个最毒 没有药的话 24小时必定死 所以这就是 我亲眼看到 被蛇咬死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种更毒的 叫做百步蛇 霸宝抓 据说被他咬到来 走路一百步 一百步就要死掉 就要死掉 这个还不算最毒的 印度有七步蛇 七步 七步 他被咬了 你走到第七步就无福了 就无福爱在了 就要死掉 所以我在佛经戒律里面 也有说到 如果被这种蛇咬到 你顶多走到第六步 你也停下来 不要再走 不要再走 走第七步就没有命 那好像是 经常都要把蛇 要带在身边 那很可怕 那是一种很毒很毒的蛇 这种蛇呀 都很小的 七步蛇 百步蛇 按照这个动物学里面的记载 他身体都很小 毒蛇长不大 而且这个毒蛇呀 他会有这个寒热症的麻辣力 他会经常有这种毛病 所以这个蛇呀 有的时候 他就夏天很热的时候 他也要找这个 比较凉的地方 或者是水边 他为什么 那个时候他正在发烧啊 他在发烧 他找水 有水的地方才会凉 所以这个蛇 他本来他越毒 毛病就越多 那么这是我们常见的毒蛇 我从前在石头山啊 这个是蛇今次讲不完 一定会讲不完 我这个蛇故事很多了 蛇跟我同睡觉 被我压死 也有这种记载 那是我刚刚到石头山 到阳光寺的时候 那个时候睡的都是塔塔米 塔塔米 小蛇子啊 不是大的 小蛇 不晓得他什么时候钻进去 钻到这个塔塔米的缝缝里面 钻到这个缝缝里面 那么冬天很冷嘛 垫背啊 垫那个 虽然不是好的背啊 很硬啊 但是这个有垫嘛 下面就看不到 看不到因为这个有缝缝嘛 那个缝缝上来啊 就觉得还是冷 那个旧的垫背都是很硬啊 从那个缝缝里面上来很冷 那么我就忘了 把这个塔塔米一推啊 把他推 把他推挖去 那么 我不知道有小蛇在里面啊 这个一推他都跑不掉了 挤住了 跑不掉 当下一定是没有死 可是不晓得过了几天呢 我无意中整理床部的时候 翻开来啊 那个小蛇被我压死在里面 我无意中也杀过蛇呀 我在山下做苦工啊 那个种茶 茶园 那个茶头 茶的瘦身啊 过了五年 不能超过五年 大概四五年 就把它斩掉 把它 这个瘦身啊 把它 从头上把它剥掉 用刀把它砍掉 那么这个 茶的瘦病不高嘛 顶多不会超过这个 这个瘦身那么高的 很少这么高的 大概几年 就把它砍掉 我是左鞭子 用左手 右手抓到这个茶头啊 往刀 这个 往下面一砍 一丢 两边都在走 蛇呀 被我砍掉 蛇头那边也在走 蛇尾那边也在走 当然后面都是死掉了 这是五亿中误杀 我住毛红的时候 蛇是我的好朋友了 经常碰到 我放在米啊 米缸上面呢 用一个这个 这个薄的砖呢 盖住嘛 那么它可能是发烧了 跑到那个砖上啊 卷起来 在那儿睡觉 我早上起来 又没点灯啊 先洗米 洗好了 弄进去 吹的时候啊 然后我再去做我的功课呀 要洗米的时候 手一抓 哦好冷哦 什么东西啊 哦 好冷 软软的 点灯一看 哦 骨咖灰 我去摸它 抓它 抓到地面上 它也没咬我 哦 我会魅力观尸 一目撒 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 有蛇在那边 哦 经常这种情况 多得很 哦 我在住毛红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 骨咖灰 还蛮粗的 哦 跟这一样住 他就在我的 住的地方啊 哎 那一大堆 捆在那个地方 呃 远远的一圈 他头啊 一直往后看 我在拜佛 他也看 哦 晚上我很怕呀 我如果我睡觉的时候 他跑进来怎么办啊 第一个晚上不敢睡 可是他也没动 哦 这样子七天七夜 过了一天之后 我就不怕了 因为他根本没动嘛 他就好像在那 呃 不晓得是 又不是东明 啊 可是他就 亲死引担 那么 这个七天 他也没吃东西 也没跑 啊 到了第八天 他走了 啊 很奇怪的就是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啊 我赌经啊 我在念佛呀 他的头就说 抬起来 抬起来 啊 有的时候嘴巴张开啊 他这个口口嘴里面的 好像舌头那个东西 就伸出来 伸出来看看 哦 那 据说 他这个听声音啊 都是在嘴巴那个 好像舌头那个东西的 嗯 那么像这一类的情况 我都经过 啊 我山上的蛇很多 但是 很少听到被咬的 很少 嗯 所以这个毒蛇 平常我们有一句话说 蛇咬人啊 有素 有素 就是 呃 有这个定义吧 呃 如果不会被咬的 无论你就跟他在一块 他也未必就咬人 除非你踩到他 脚踩到他 那他又 呃 被踩痛了 他当然就会咬了 呃 否则的话 平常时 你没有伤害他 很 很不容易 说是发生这种情况 那我在石头山 有经验很多的 那个时候不会怕 现在想起来 反而会怕了 呃 现在想起来会怕 那个时候跟 真的不会怕 这是蛇 台湾很多 福 呃 玩蛇 福节 那个福啊 也是一种毒虫 呃 按照 这个 动物学里面的记载是说 它是灰黑色 它的颜色 带灰色带黑色 呃 是一种毒蛇 福也是毒蛇 长啊 大概是两次长 两次 不会超过两次 呃 很小 头都是三角形 尾很短 尾巴短小 呃 这个福这种毒蛇咬人呃 很厉害的 呃 都会咬死人 呃 不过这种蛇 叫做福的这种蛇 我们也没看过 不晓得 它真正长相怎么样 呃 截 截子 据说大陆有很多截子 在我们台湾 我也没看过 呃 这是截族动物 有脚的 呃 这个样子很像蜘蛛 像蜘蛛 呃 那 不过它的尾巴 弯曲的 弯弯的 弯曲 好像钩 有一个钩 它这个尾巴像钩啊 它伤人都是尾巴 用尾巴去吸人 好像风 呃 好像毒风那种样子 哦 它说都是用尾巴 呃 好像打针一样 哦 那个毒子 跑进去 就会发生 很严重的伤害 呃 这是结 丸蛇 丸蛇 即伏结 蛇 如果是很大的 年岁长的 它会毒烟呢 毒这个毒气 所以第二句说 气毒烟火燃 烟 就它嘴巴会吐出那个气来 那个气好像烟 好像有一种这个呃 雾的那种样子 吐出那个烟来 呃 呃 严重的 它会吐出好像火焰那种情况来 所以烟火燃 下面那个燃字啊 就是燃烧的燃 呃 就它这里吐出来的那个毒气啊 好像呃 这个烟 又好像火 那么严重 呃 这是大蛇才会 不是毒蛇大了 也会有这种情况 蛇种子到了大了 就会有发生这种情况了 呃 它嘴巴张开啊 就会有声音 呃 而且那个气啊 都会好像冒出来的烟一样 呃 我看过最大的蛇 像那个米斗那么大 斗啊 装米的斗啊 那我在六岁的时候啊 我看过 呃 那个颜色是水红色 全身水红色 呃 我姐他差不多要吓死了 呃 小孩子的时候不懂啊 我住在山上嘛 呃 我的家本来就是在石头山的前山的前半山 呃 一个石洞 呃 我六岁正在一号 呃 顿在一号里面啊 小孩子不关门嘛 呃 这个大蛇正好在我的身边过去 就是这个门口过去 我看着他过去 他还望里面一看呢 他眼睛还望我看看 呃 吓吓坏了 大声叫 叫 大声喊了 大声一喊了 家里人就跑出来啊 我说一看了 这蛇听到有人声吗 那一大声一叫他也害怕了 他也害怕 他一望望下就跑了 呃 那我看过这个粗 就是跟那个谜都一样 好大好大 可怕 呃 那种蛇 比如说没有堵了 没有堵 财富有那么大的蛇 是什么蛇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我亲眼看过 我在石头山住茅蒙的时候 又看过大蛇 不过是 不算大 是这么大 跟这个杯子一样大 哦 那我看过 这个这么大的 那个是大男蛇啊 呃 嘴巴张开 你赶他走啊 他嘴巴张开 就出的那个气啊 就是带有烟的那种情况 那我是亲眼看过 呃 那个大蛇 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 呃 那时候我在住茅蒙的时候 我亲眼看过 那三十年前了 三十年前 呃 呃 去说那个大蛇 住在那个地方很久了 别人都看过 我不知道 我是第一次看过 呃 呃 像这种的毒蛇 它会吐出来的气 好像烟 又像火焰 在燃烧的情况 所以就是气毒烟火燃 呃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声音 呃 念菩萨圣号的声音 呃 那些毒蛇 它都不会伤害你 它 呃 逃得照啊 呃 按照这样子去支撑肯切的念 必定是会有感应的 老夫尚且会感应 何况是毒蛇 你应当也会感应 不过蛇 不过蛇这种动物啊 呃 你不去动它 不伤害它 它不会伤害人 呃 除掉有一种毒蛇啊 呃 呃 不伤害人 眼镜蛇 这个东西 它会追人 会追人 呃 不过这种蛇比较少 它比较少到住家 有人住的地方来 呃 我在石头山 曾碰到一次 呃 还没光伏啊 我十七岁的冬天 呃 靠近冬天还不是冬天 到了冬天 它就冬明了 大概是秋天过了 九月还是九月底的 那个时候我亲自碰到 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常下山啊 山上用的那个小油灯 都是用什么东西呢 一个小木板 呃 弄两个贴线 呃 挂着 呃 用那个酒干辣 呃 装酒的那个瓶子啊 下面锯掉 底锯掉 上面的这个锯掉 呃 那么正好把它凑进去 呃 那么里面呢 就摆一个小油灯 小油灯 加上这个呃 酒瓶子盖住啊 就不怕风啊 那个时候在山上 如果晚上出来的时候 都是提那种油灯 呃 灯光很很微的 呃 我有一次就是晚上 要回到山上的时候 从券花堂要上 圆光寺那爬山呢 那个一级一级上去啊 那大士兵那个地方啊 我走到那个地方 我提着灯 后边有声音啊 吼吼吼 这种声音来 我一听到这个声音 我知道这是眼镜蛇 就是那个崩溪经 呃 那种事也很可怕的 他为什么会来追啊 他看到灯 他看到那个灯 呃 看到那个灯 他就追得来 他追不是追人 他是追灯的 他追那个灯 所以我是望上跑 好的是望上 碰到蛇呀 你绝对不要望下跑 望下跑 你是走不掉 呃 他望下就快了 我们望上 他就难了 因为他没有脚啊 靠着这个 的赌幅走路啊 就比较慢 所以我在望上跑的时候 听到后边来了 我知道这个东西呀 你如果提住灯啊 他一直赶着 呃 他不会停下来 那因此我就把灯 摆在路中间 摆在路中间 那我人就往上走 走了一段了 回头看 那个蛇呀 就绕那个灯 绕那个灯 圈在那个地方 他不走了 呃 拢得我进退两难 呃 要上山也没有灯 要提灯嘛 他呃 卷在那个地方 不敢动了 呃 呃 那么因此之故啊 我只好 用用梦的啦 呃 就头一叽一叽 这样会梦 梦到回去 哦 那回到山上 已经是半夜了 呃 这些那些经验 我的经验太多了 哦 那像这类的 读学会 看到人追 他不是追人 是追灯 呃 这个我亲自经验 那么后来我听到山上的老修行说呀 他碰到这种情况 最好把灯吹掉 不要点灯 他就不会追来 可是我那个时候不能把灯停掉啊 如果不点灯的话 更可怕呀 呃 那么其他各种都不不必说 现在我们讲蛇 嗯 蛇呀 在佛经里面有很多作用 呃 呃 呃 而佛把黄金看作毒蛇 各位知道了哦 黄金是毒蛇 黄金是毒蛇的记载啊 出在旧杂比喻经 呃 呃 比喻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一段故事 说有一天 这是 呃 这个 呃 塞巴虎 呃 下雨过了之后啊 呃 佛 还有带着四则欧难 呃 从灵鳩山下来 要去脱波 呃 那么他正在走路 走到山脚下 这个 山是崩到一部分了 呃 那么这个山 他掉的那个地方啊 露出来的地方啊 呃 有一坛银啊 金银在那个地方 呃 是黄金白银啊 佛看到了 就对阿难 呃 说 欧难啊 你看到没有 呃 看到什么 你看啊 有毒蛇 欧难一看看 知道佛的意思 呃 世尊 是的 毒蛇 呃 看到那个黄金白银啊 人说他是毒蛇 呃 那么因此 他们师徒两位就往前走了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正好后边有个种田的人啊 在山脚下种田的人啊 听到这个声音啊 哦 呃 他拿着仇头啊 呃 正在看着田的水啊 他听到佛说 呃 欧难啊 你看到没有毒蛇 呃 欧难看 呃 世尊啊 是的 毒蛇 哦 他听到这个话 佛大慈大悲啊 他看到毒蛇 他不敢杀呀 哦 他慈悲嘛 呃 我我我来除害 我来除害 呃 他刚着我仇头啊 就跑到佛说毒蛇 那地方去看 一看 没有毒蛇 再细细看 原来这个山崩塌掉的 那个地方露出来的浮藏 人家埋藏起来的一坛子金 一坛子银啊 哦 他一看到这个东西 原来是这个毒蛇药 这个毒蛇我愿意给他咬 不但是咬我没关系 咬我的子子孙孙都没关系 因此啊 他就用仇头把这个金仇出来 挑回去 然后不移了个大问题啊 挑回去就变成爆发腹了 马上变成货亚狼了 印度的国法呀 地下的宝藏是国家的 私人不能等 他想这个时候谁也没看到啊 他没有通报到政府 大概没什么关系 可能没有人知道 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金仁 变成他自己的 他没有这个报给政府 也没有送出去 因此他显露的太快了 马上变成有钱人啊 生活都很高贵了 那么地方上的人一看 这个种田人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后来打探出来 原来他得到福藏 福藏 地底下的那个金银啊 他得到了 就是佛蛇的毒蛇 那么这个话传到政府 政府那边去啊 国王知道了 就把他抓来 你怎么得到地下的福藏 你没有来通报啊 这是国家的财产 不是你的啊 那么这是事实啊 没有办法了 只好充功啊 充功不要紧啊 把所有的金银通通搬出来 交给政府 还不够 不止这些 必定还有 没有啊 我只这些啊 必定还有 你不拿出来 打 把他打得半死 还关起来 那么最后 国家还是 那国王还是认定他 有金银没有搬出来 就是定他死刑啊 那么要去斩的时候 要定死刑 要死的时候啊 那么他国王就派一个人啊 这个跟着筷子手 跟在后边 看他说什么话 这个将要被杀的人 一边走就一边念 世尊啊 毒蛇哟 哦男啊 毒蛇哟 哦呀 又被毒蛇咬死了 他一直在念 哎 在念的时候 那么这个 听到的人就回去报告国王啊 他一路在念 世尊毒蛇 哦 我男毒蛇耶 国王是信佛的 啊 他怎么念到 世尊毒蛇呀 世尊大师大伯 怎么是毒蛇呀 把他找回来 找回来问问看 哎 把他找回来 你怎么说这个话 我那个钱啊 那个金银啊 就是因为佛 从那个地方经过呀 他说是毒蛇 我男友说是毒蛇 我一看原来是金银 我把他挑回去 今天我就要被毒蛇咬死了 所以我这个时候才发出感慨的声音啊 说这个世尊毒蛇 哦 原来如此 所以黄金是毒蛇 哪一个不愿意给这种毒蛇咬的 大家都喜欢呢 甚至现代有一位高僧啊 而是鼎鼎大名的 这个高僧 他公开宣布啊 他说佛经里面有的时候 说是黄金是毒蛇 但是他说 以我看啊 有的时候也许是毒蛇 有的时候不见得就是毒蛇吧 例如说我们出家人 有人发声音要研究教理 要买一部账经 他这个话是民国六十几年讲的 是公开演讲的时候讲 买一部账经就要四五万块 一部万的学账也要四五万块 假如没有毒蛇 他怎么怎么能够买得起来呀 还是需要钱 那么说到最后 他说我希望所有的在家居士学佛的人 统统都要发财 钱越多越好 可以做功德事业 这个蛇不妨多 养蛇人 这个蛇不妨多 都没关系 可以做我功德事业 看起来 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毒蛇呀 你没看到世界有养蛇的人吗 报纸上不是登过 有一个专门养毒蛇的人 他养了几百条的毒蛇 他不但不会咬他 还跟他做朋友 假如你善能养蛇的话 不会被蛇咬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不要被他咬到就好了 他没有想到 世间人呢 建立妄议 利令自分 他忘掉这两句话 有钱来做功德事业固然是很好 可是你不要被他咬到 我看过有不少的人呢 他没有这个蛇的时候 他想要养蛇 他想要钱啊 他说我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功德事业 他老是想这个 动这个念头 那么结果到了最后啊 等到他有钱 他发财了 有钱了 有钱了 他功德事业打折了 打折了 比如说 他说我赚了一百万啊 我也拿十万块去做功德事业 等到他真正有一百万的时候 他又打折了 一百万 我如果拿去十万 我只剩下九十万 那太多了吧 五万好了 我做五万 真正想要五万拿出去的时候 他又想 太多了 我如果九十九万 我拿一万出去 九十九万就放利息嘛 不就又是一百万了 我只拿一万好了 因为政府规定嘛 有一万的慈善事业就有奖啊 有奖赏啊 他做一万就好了 能够领奖就够了 剩下九十九万个 可以啊 慢慢升利息 不久又是一百万 这就是忘掉当时的 功德事业的想法 你本来要十分之一 后来变成百分之一 所以众生啊 没有不贪财的 碰见有钱 他就会忘掉 真正要做的功德事业 能发财 真正做功德事业 这固然是好 可是不要忘掉 少欲之主 不要忘掉 这个很容易 世人 这个 发生这个历令自分 建立妄议的这种情况 他里面还有一句话说 他说 这个希望大家发财 但是 不要发那个 无意之财 可是他没有想到 正往西式弦文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人无恒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肥 你有没有读过这句这部书 我读客家饭 您无往财不负 马无鸭臭不肥 你想要多赚钱 要发大财 横财 横财 不横的 他不会多 假如你做工 天天都在 公公公 不会出头 因为一天 只是那么几百块 几千块 他这个 几百块 几千块 他能挣多少 他有多少钱 可以做工的事业 那么真正要发大财的 都是横财 横财 这个横财一发不得了 所以 这种毒蛇 最好还是要好好防身 不要被他咬伤 你要善能养蛇 还有把这个蛇要准备好 不要被他咬伤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讲的都是身外之蛇 殊不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蛇 人人身上都有蛇 你不相信 请你看看金光明经 金光明经 有一部经叫做金光明经 最早翻译的四卷 是梁朝 南北朝的 最后 那个南梁 就是主剧蒙盛那个时候 谭武千三藏法师翻译的金光明经 四卷金光明经 里面有一瓶叫做空瓶 空瓶 金光明经空瓶里面 他说 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地水火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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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随时增减 共相残骸 犹如四蛇 同处一甲 四大玩蛇 其性各异 二上二下 诸放一二 如是蛇大 如是蛇大 熄灭无疑 地水二蛇 其性沉下 轰火二蛇 性轻上身 金光明经空瓶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不要前后念的太多了 只念这段话 里面就说 地水火轻 四大 等于四蛇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地水火轻 四大 祖货而成的 那么因此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养蛇人 我们这个身上 就有地水火轻 四大玩蛇 他把这个 我们这个地水火轻 所组织成就的 这个身体 把它看作 我们是养蛇人 同处一甲 甲子 箱子 就是古代的 那个竹甲子 竹座的箱子 柜子 把这个蛇 养在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地水火轻 四大 所组织而成就的身体 那么这个地水火轻 光四大就是四 四条蛇 就是四条蛇 地水两种蛇呀 它的性比较重 望下沉 所以说地水二蛇 其性沉下 望下沉 地 望下沉 水 也是望下流 地水二蛇 是其性沉下 轰火二蛇 其性上身 风蛇 呼吸 动转 这个属于风的方面 风佛 火 佛的暖气 全身的暖气 是往上升的 轰火二蛇 其性上身 是往上升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地水火轰 四大甲合的 这个地水火轰 四大甲合的 好像是 一个箱子 一个甲子里面 养了四条蛇 这个四条蛇的性 性质各不同 其性各异 因为地有地的性 水有水的性 火有火的性 风有风的性 这个四大甲合的身体 一大不调 就百一病生 四大不调 就四百四病生 所以人生呢 它会发生毛病啊 就是这个蛇在斗 蛇在 蛇在打架 我们这个地水火风 四条蛇 在这个身上 经常在打架呀 感冒没有啊 感冒也是 这个风蛇 或者是水蛇 在哪里打架 那么斗不过的 就发生问题了 所以这个身体有毛病啊 就是这个地水火风 四肢 玩蛇呀 在哪里斗 一天到晚在斗 斗来斗去斗到最后啊 斗成大病了 病到最后啊 他们凭他的性 性格不同啊 往各地方跑了 轰火日蛇 急性上升了 就是归缘了 风 鼻子没有风了 风蛇先走 风蛇先走 风蛇走了 不久啊 火蛇也走了 火蛇也走 剩下水蛇跟地蛇呀 假如埋藏在地下 死掉了 埋藏在地下 慢慢水分流失了 水蛇走了 往下沉 往下流 最后啊 有脂的东西肉烂掉了 剩下骨头 骨头是地大了 假如用火一烧 变成灰了 什么都没了 地水火风四个玩蛇 通通都归到他的本源的地方去 那么人的一生从此就无福了 那么因此之孤啊 你不要把蛇看到外边的 看我们自己身上地水火风四大玩蛇 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玩蛇 一天到晚都在斗 蛇真恨 穿恨心很重的 穿恨心很重 比喻经里面呢 说 因为穿恨心而斗落作蛇的 有好几个故事 因为爱惜金钱作守财奴 后来转身作毒蛇的 也有好几个故事 看悬疑经 看这个金律异象 里面都有这类的故事的记载 那都是佛说给弟子们听的那个事实 那么因此之后 我们不要看外边的蛇 只看你自己身上的地水火风四条蛇 你是不是善能保养它 养得好 身体健康 养不好 发生毛病 那么甚至严重的病 到了最后屋服 怎么办 赶快念观世姆沙 念观世姆沙 这四大王蛇呀 才能够养得好 才不会至于什么有什么毛病 所以后边 生劳病死苦啊 那么都是由这个四大王蛇造成的 劳病死都是四大王蛇造成的 那么关于这一点劳病死的那种的感应故事 后边还有话说 那么这是第十一 这个毒蛇 这类的灾难 碰到的时候 这种毒虫 你念观世姆沙 它会寻生回去 那么我们身上的四大毒蛇 好好的修行 念观世姆沙 修大师大悲的慈悲法门 才能降服毒蛇的嗔恨性 那么才能够保养你的天年 才能够征服元寿 关于这类的道理 后边讲到那个 生劳病死苦 一件事里面 到了那个时候再讲 而十二个初番的诵 讲了十一种了 下面第十二 加诵雷雨难 雷雨 打雷大鱼 如果是碰到这个闪电 打雷 下大鱼 发生这个水灾的情况的时候 念观世姆沙 也能消除这种的天灾 经文说 人类骨车垫 降薄大鱼 念碧观音力 应时的消散 天上要下雨的时候 雷雨先来了 云 雷雨 天黑黑了 就打雷 打雷 声音很响 那么鼓 就是说鼓动雷声 好像大雷鼓那个情况 车电是闪电 闪电 古代没有用的电 都是天自然界的发生的那种闪电 声音啊 闪电 要打雷先闪电 那么闪电来了 必定就要打雷了 然后啊 下大雨 降薄 冰薄 这个冰薄粗的很可怕 会把雾林都打坏 现在钢筋水泥不怕 从前的那个台湾瓦呀 风瓦都会打破的 树大雨就是由上至下 一滴落落来 那就叫做树 树大雨就是落 落雨 下大雨 落大雨了 突然之间爆发的这个天的大雨 碰到这种情况 假如你能够自心念观世母山 念鼻翼观音力 应时的消散 假如碰到这种的引以不停的水灾 天天下大雨 一下下个十天八天 甚至上过一个月 都下个没完 那人民老百姓都要遭难了 都遭灾了 所有的农作物都不能成就啊 都会滥坏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自成功敬的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 求三宝加倍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付词 那么就能够消除这种的苦难 所以 念鼻观音力 应时的消散 到此为止 免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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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送有五 合并起来有十二 到这里 说完了 下面第二段 送三毒二求 三毒 贪嗔痴 前面讲 蛇 就是指这个三毒 我们在 一般社会上 有些不懂佛法的人 尤其新竹一代的客家人 比较有这一句话 他说是 大四一条兔沙 冬瓜是三年重灾 共死一月独山 贏过你吃三年重灾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些傻瓜吃常灾的 那不如去找舌打呀 共死一月就贏过三年嘛 共死十月就三十年啊 这样就不用死心肯肯地吃灾了 尽量吃肉没关系 错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意思 这个打死一尾毒蛇 胜过吃三年常灾呀 那是指心里面的毒蛇呀 心里面的贪嗔痴毒蛇 如果能够打死的话 可是你不要拿 共死一尾 为心肯共死一尾 那不得了 不是这样打发者 心里面的毒蛇不是这样打 用什么打呀 用修行来打 念观世姆萨来打 不是用共死一尾 所以这个三毒 就是心里的毒蛇 三毒蛇 贪嗔痴 三种毒蛇 这个最毒了 我们都被他伤害了 无量进来 龙回生死 都是遭到这个三毒蛇之害 所以下面送三毒二求 二求是求男求女了 求这个求定求慧了 经文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破身 观音妙自立 能救世间苦 四十字华言里面的 据诵 观世姆萨说 若有众生遭恶难 种种苦惧 破其身 若能自信称我名 一切 写脱 无由不 这一首诵 跟这里的 众生被困恶 可以相对 就是同样的意思 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 所遭受的困苦恶难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贪嗔 吃三毒 由这三毒啊 无量苦 必破我们的身心 苦必胜 因为有贪嗔 吃的三种根本烦恼 什么苦都会来 坚逼坚破你的身心 众生遭到最大的苦呢 就是贪嗔 吃的烦恼 有了这个烦恼 种子 其现行造业 受苦无穷 那么你只要自成功敬 念观世姆萨 念比观 观音妙自立 观世姆萨 唯妙智慧的力量 能够破除你的 贪嗔痴的烦恼 能救世间苦 观世姆萨 才能真正救度 世间众生的一切苦恼 这个道理没说完 因为时间到 留一部分下次讲 因为我们无量进来 龙回生死 就是这个贪嗔痴 烦恼为根本 现在学佛观世 学观世姆萨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的修法 就能消除你的 贪嗔痴烦恼 然后才能免离一切苦 剩下的我们留下这讲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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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弥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要师如来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慈悲至夜 于您观音讲堂举办 恭送金光明经法会 恭请惠泰和尚主法 日期1月19日星期日 到1月30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宁观音讲堂 云宁县虎伟镇新南里 竹围60-3号 迪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许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法会期间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元宵祈福法会 恭送人王护国般若 波罗蜜多金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2月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生命电视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年我仅代表 光德市祝福 生命电视台的 各位观众 大家身体健康 愉快 我们修行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虽然是 新年住宿繁忙 但是也不要忘记 观想自己的心 佛经里面说 能关心的就尽解脱 不能关心的就很忙 以此祝福大家 身心快乐 新年吉祥主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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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